原準會合皮書傳出經濟未爆彈 台積電又傳出 因為出貨給華為 可能2600億的訂單 它不保了 莫非這就是今天 台股和許多中小型股 下跌的原因嗎 今天節目我們來好好分享 大家好 我是女凱 昨晚的美股出現了 比較大一點點的震盪 我們先來看一下美股表現 好 來 道瓊指數 下跌了快要一個百分點 回測月線 NASDAQ跌了1.6個百分點 也是回測藍絲這條月線 標普500回測月線 跌0.9個百分點 肺半比較重一點點 肺半差點要回測季線 月線先給它跌破了 跌了1.1個百分點 好 主要原因是因為 聯準會剛剛公布的 經濟狀況和皮書 這個部分指向什麼 經濟疲軟 經濟疲軟 目前美國各地的經濟狀況 依舊是疲軟的嗎 因為報告當中指出 12區的聯準銀行當中 有9區的報告顯示 該區的經濟活動是停滯 或者是下降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好先來一首 難道樂觀主義者又來了嗎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樂觀主義者 至少操作上 我是絕對的客觀主義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指向經濟疲軟 當然在這個經濟和皮書當中 所提到的主因是因為 生產成本上漲的速度 高於銷售價格上漲的速度 所以我這邊成本上升 可是銷售價格沒有上升得這麼快 所以壓縮了企業的利潤 企業當然會想要把成本轉嫁出去 可是這容易嗎 不容易喔 成本轉嫁出去不容易喔 因為你的終端是消費者 報告當中也提到了 通膨是持續和緩的 表示說成本是沒有轉嫁出去的 對吧 成本轉嫁出去不易嘛 不然通膨就一直飆升嘛 可是沒有 既然通膨是持續和緩 表示成本沒有轉嫁出去 而且同一時間 消費者也因為 也許經濟狀況不佳 口袋空空 所以持續在尋找更便宜的商品 那這個就造成一種現象 經濟學家很困惑 因為和平書當中所報告的狀況 和官員們在閉門會議上 對於經濟狀況的描述 對不上 好像這兩個世界 和平書的感覺是 經濟狀況好像很嚴峻 很艱困 可是聯準會的官員卻說 他們的這個企業聯絡窗口 對於經濟前景 是感到樂觀的 一個艱困一個樂觀 這怎麼一回事 而且和平書的內容 它其實好像沒有反應在經濟數據上 對吧 你這邊講不好 可是經濟數據出來都是好的 9月的這個零售銷售數據比預期強勁 就業也比預期強勁 對吧 就業我們都看過了嘛 那可是這邊就是有衝突的地方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衝突 是不是你美國政府故意要美化數字還是怎麼樣 因此埋下經濟惡化的隱憂 關於這件事情 我是認為我們要把它放在心上 可是不要過度在意 不是說樂觀主義 我再次強調我不是樂觀主義 我們是客觀主義 首先第一個 和平書它反映的 我們剛剛講12區 所以它是屬於地區型的經濟狀況 12區的聯準銀行當中 有9區的報告顯示 經濟活動是停滯或者是下降的 那是不是表示其他3區狀況不錯 其他3區狀況不錯 甚至有可能這3區的好 足以cover其他9區的不好 所以整體而言 經濟數據呈現出來才是正面的嘛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就很像 每個國家都會有所謂的貧富差距 比如說台北市就會被戲稱為天龍國 好像不食人間煙火 你們什麼都是用最好怎麼樣的好不好 相較於有些比較可能鄉下一點的城鎮 感受到的這種經濟狀態就會非常不同 或者我之前看紀錄片 好像是巴西吧 對不對 巴西一個大城市 里淵 熱內盧還是聖保羅的 我很喜歡去看那種國外的紀錄片 它的這個富人區跟平民區 只差一條巷子 富人區豪宅都在這邊 隔一條巷子旁邊就是平民區 這邊全部都是鐵皮屋 全部都鐵皮屋 然後湊水溝垃圾 然後這邊的人 人均收入才幾塊錢怎麼樣的好不好 只差一條巷子 可是會不會影響到整個城市的發展 又不至於 對吧 所以我認為這一點是依然可以先 再觀察後續幾個數據再來 定調未來的經濟展望都還不遲 而且這個狀況來各位 不全然是壞事 不全然是壞事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後面這句話 降息流更明確 前幾天不是還在吵說 有可能今年不降四碼囉 也許只降三碼喔 可是如果出現這樣子 經濟疲軟的現象 說不定今年能夠更堅定的 去走向降息四碼這件事情 甚至會開始機率偏向五碼 有沒有可能 原本是三四碼嘛 有沒有可能變成四碼或五碼 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正視這件事情 持續關注這件事情 但是不要過度解決 不要過度的去解讀這件事 好不好 我們要正視它 持續追蹤它 可是不要過度解讀它 美國耶 Oh my God 天高皇帝遠對不對 隔了一個太平洋 台灣基本面還是好到爆啊 對吧 昨天我們不再帶大家看過 外銷訂單連七紅 而且也看好十月 和整個第四季的一個表現 連七紅耶 537.9億美元 年增4.6個百分點耶 對吧 而且外銷訂單是屬於先行指標 因為我現在接單 開始生產 開始出貨 九月的外銷訂單數字漂亮 表示十 十一 十二 基本面是OK的耶 對吧 它會反映在未來的十一 十二月 出貨帶來營收 帶來獲利耶 那基本面無餘 那既然基本面我們叫做底氣 對吧 底氣是OK的啊 而且重點是什麼 現在重點不見得是基本面 重點依然在於資金 依然在於資金 我們又要把這張拿出來了 資金狂潮來襲 對吧 最強第四季即將啟動 對不對 資金為什麼重要 甚至我說它比基本面更重要 現在有什麼 降息循環啟動了 這個資金的流量不可限量 台商資金回流4500億 房資資金入股3750億 人行就是大猛要4.5兆 現在還有加碼 好不好 外資大中華區回流的買盤不可限量 為什麼資金面會比基本面更重要 我隨便舉兩個例子 2008年金融海嘯那時候 經濟好嗎 全球股市為什麼漲 QE啊 錢啊 2020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經濟有好嗎 全球股市為什麼漲 依然是寬鬆政策 錢啊 當市場的錢夠多 不論有沒有基本面 自然都會有行情 你千萬記住一件事情 股市不是基本面的市場 它上漲可以沒有任何理由 只要買盤大於賣盤 買盤強過賣盤 就漲了 就這麼簡單 股市是錢的市場 搞懂這件事情 你才能看懂眼前的機會 休息一下 要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 今天的鴻海集團的鴻准呢 大漲帶量創新高的 主要呢是演出慶祝行情 慶祝什麼呢 慶祝我成為了鴻准發言人 真的假的啦 各位來看一下 鴻准代理發言人異動林玉凱 明日起將接任 好不好 原本的這個發言人辭職嘛 新任由林玉凱接任 16號生效 開玩笑好不好 再開玩笑 再認真澄清好不好 很巧啦 同名同姓 剛好跟小弟在下我 同名同姓 可見你看我們這個名字的人 林玉凱 非富即貴 都人中之龍啊 我的名字呢 據我家父 據家父講 沒有去算命 可是你光看這個名字的結構 表面的含義多棒 又金又玉又凱 難怪我這麼適合金融業 不要覺得凱不好喔 凱子凱子 你覺得負面名詞沒有 也要有錢才能凱啊 當然啦 這個發言人再次強調 這不是我 我們再澄清一次喔 可是我跟洪准也蠻熟的 哪天去拜訪公司的時候 我們再去會會之後 會林玉凱 那我今天有順便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洪准今天 這麼強 為什麼今天能夠大漲創新高 而且是帶量的 確實有原因 那我們只能簡單帶到 跟輝達有關 跟輝達的新商品有關 現在其實我節目上不方面講太多 因為這是商業機密 不過今天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是用買進的 今天洪准我們是用買進的 而且你看喔 有利多的股票 它是不會騙人的 我們最近一直強調一個概念嘛 破切的股票會破切的噴出 它有沒有破切 其實它老早就破切了 它大概上禮拜就破切了 對吧 破切的股票 它會怎麼樣 破切的噴出 而且我教你記一個最簡單的公式嘛 個股破切線等同於 財富起跑線 所以洪准 我覺得未來可以留意一下啦 就跟輝達相關的一個 財源的利多 可能要發酵了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最新最感興趣的台積電 其實今天走了半天的好盤 中廠收在平盤 其實坦白說表現還算不差 可是昨天對不對 不是才說怎麼樣 抓到啊對不對 華為伺服器裡面暗藏台積電的晶片 然後可能會導致台積電 中國市場的不保嘛 我常說這個標題會殺人 昨天很多新聞媒體都用 聳動的標題去報導這件事情 說台積電怎樣怎樣怎樣 一大堆的負面導向 你是不是又被殺了 你是不是又被標題殺了 好不好 操作股票 請你千萬要心有定見 你要像佛地摩一樣 哈利波特看過沒有 哈利波特裡面誰最有主見 就是佛地摩 因為他不會被人家牽著鼻子走 還沒有鼻子 好不好 冷笑話 冷笑話 重點是什麼 台積電有出來澄清啊 今天工商頭版頭條啊 我沒有出會給華為 對吧 我們從2020年就斷貨了 然後10月怎麼樣也斷貨 而且呢 我主動向美國商務部溝通 對吧 因為華為是繞道下單嘛 我也是受害者啊 可是我主動去出來澄清這件事情 而且主動和美國商務部溝通 目前沒有成為調查對象 也還沒有進一步的禁令這個部分 所以昨天晚上台積電ADR表現就不錯 昨天台積電ADR的表現 其實在科技股當中是偏強的 那今天就成為穩定台股的重心之一 否則今天台股會很難看啦 你看一下我們看一下台股 台股今天中場呢 收跌142點 可是如果台積電今天也跌怎麼辦 那可能就是兩三百點以上跌了 對吧 所以今天台股能夠維持在 這種140多點小跌的格局 其實台積電也是有一些貢獻的 好不好 我們前兩天都講過了 100多點你現在要當它小跌 23000年的台股跌140點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多好不好 可是當然確實 因為今天貴買跌得比較重 中小型股的這個體感跌幅 恐怕不是140點 恐怕是600點 可是我要再一次重生這件事情 如果趨勢是確定的 如果行情是確定的 那每一次的拉回都會是你的機會 好不好 當趨勢確定 行情確定 每次拉回都會是你的機會 所以今天我們要把 之前都放在結尾獎的這張圖 拉到一開始來講 因為今天的台股跟中小型股回檔 我只能說三個字 太好了 太好了 這一檔 蓋牌股翻轉財富 它在連續四天創新高之後 小幅的回檔 今天已經回檔了第三天了 買一點差不多又來了 好不好 買一點差不多又來了 但是我們先把整個架構再分享一次 每年的台股都會有幾個主流 比方說2020年到2021年就航運 2023年AI這種超級主流橫空出世的時候 往往都會讓當中的股票一發不可說實 那種漲幅不是幾十%來形容的 都是用幾倍幾倍來計算的 對吧 你說過往的航運股 那個都是十倍起跳 AI股廣達 偽創這種以前的大牛股 它也都是跟你漲幾倍的 一旦這種超級主流出現 它的漲幅不會是這種30% 50% 80% 它都是動輒要三倍 五倍 八倍的 好不好 那今年的主流是誰 今年的主流你再回顧一下 2024年 你一定有印象 對吧 三大產業 第一個 被這個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點名的機器人 機器人就等於AI AI分成兩部分嘛 一個是有實體的 一個是沒有實體的 有實體的部分就是機器人 對吧 現在機器人慢慢涉入到 我們的生活當中了吧 你現在去餐廳可能看得到送餐機器人 你去飯店看得到送備品 送水啊 送那種很彈多那種 比如說沐浴乳 你缺沐浴乳 機器人給你送來 對吧 然後現在還有這什麼 達文西手術 對吧 其實有沒有發現 我們人攝入到實際服務的層面 會慢慢的降低 慢慢的降低 機器人是第一個 今年度也是標股族群 還有咧 受惠於護國神山 台積電半導體供應鏈的 對吧 台積電那麼強 對不對 資本支出那麼好 然後獲利那麼好 整個半導體供應鏈魚有熔煙啊 通通飆起來啊 還有誰 自成一格的新技術矽光子 矽光子今天真的長很多啊 對吧 各位 光盛從今年低點是64塊6 長到558 不是55688 是558 漲幅是7倍 7倍 7.6倍的 好不好 聯軍呢 漲了3.5倍 上全也有快3倍 波羅威 迅星 這個至少都是一倍起跳的 真的漲很多 所以這幾天我一直告訴你 你要買低估 買低估 你還當作我再跟你低低估估 沒有 好不好 我是很認真地在為你挖掘賺錢的機會 第四季 你只要鎖定今年最標的產業 再從中去找到真正有受惠到 股價卻被低估的股票 要賺錢很難嗎 要賺錢真的很簡單 好不好 其他兩大產業 我們就這樣做的嘛 對吧 我們看到半導體供應鏈 好強好強 我是幫你挖掘出誰 星雲 9月18號 星雲 我告訴你 它是現階段 最被低估的COAS概念 看到機器人 什麼索羅門 羅森 昆穎 長得好誇張 我就送你誰 我送你台灣精銳 8月19號 我叫你 你去注意一下台灣精銳 還有呢 高峰 8月1號 機器人 看你聽 其實還有一檔 字茂 對啊 8月26號 我不是胡扯 我們分門別類是很清楚的 來看一下 機器人相關有三檔嘛 字茂 台灣精銳 以及高峰 我們是有分門別類的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從半導體設備 台積電相關供應鏈 幫你找出的 星雲 各位 我提醒你的地方在這邊 不到三字頭 一漲漲到500多塊來了 台灣精銳 各位 8月啦 不要管哪一天啦 8月隨便一天啦 不是都爆噴 不是嗎 字茂也是一路向上 一路向北的格局 高峰 高峰漲最快 可是當然現在在修正 這邊有加碼喔 這邊有加碼喔 好不好 誰沒有飆一波 拿到當股票他沒有飆一波 我幫你整理成表格的 我們這樣來看比較快 最常產業中的低估股 它都是這樣漲的 好 分享的日期我都列在這邊了 你可以去對照 歡迎你對照 好 來 各位 高峰 我們分享過後呢 它的低點有看到31.85元 最高看到哪裡 58塊 8 這漲幅多少 84% 84% 台灣精銳呢 371到845 127% 翻倍啦 字茂呢 字茂有點小迅 好不好 303漲到429 也有4成啊 也有4支漲停啊 星雲呢 溫一點點 好不好 388到525 35% 最遜都35% 基本盤都35% 三支半 你不要覺得35%很少喔 因為我們講的是什麼 這個日期 我分享過後的日期的高低點 去抓漲幅 可是如果你去抓這些股票 今年的漲幅呢 嚇死人啊 真的會嚇死人啊 各位 星雲我帶你看的是這段而已啊 星雲只有漲這段嗎 欸 各位 今年它是漲這段欸 你不要開玩笑欸 100多漲到500多欸 欸 台灣精銳更扯啊 它是200多漲到800多欸 它是4倍欸 高峰咧 14塊 漲到58塊欸 哪個不是倍倍倍 倍數倍數倍數啊 可是這一檔 矽光指的低估股 翻轉財富 它是今年的最低點到最高點 才漲35% 誇張低 誇張低 你不要嫌我什麼低低估估 但它是真的低估低估再低估了 好不好 真的是低估得很嚴重 好不好 所以說這一檔 說眼前最好的機會還能是誰 還能是誰 你想翻轉財富 你就知道 把握翻轉財富了 好不好 來 再往下看 遜德 今天盤中也是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震盪 講清楚了 今天我們全數獲利出場 全數獲利出場 今天最高 來 看一下 今天盤中最高232.5% 最低211% Anyway 隨便出在什麼價位 因為成本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8月25號 主力成本先打出來 打在哪裡 105元 到上週五我們已經獲利翻倍了嘛 隨時賣出隨時賺嘛 隨時賣出隨時大賺 都有提醒過大家 好不好 今天我們全數獲利了結了 好 那今天比較強的 好像旺系 欸 今天這個盤他還在創新高 真的很強 金號的部分呢 有沒有看到 急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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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殺了5.4% 黑黑殺下來 上個禮拜四盤中買給你看 來 各位 11點22分 我們買這一檔 金澳金號 11點51分 再給你一個提示 節目上 當天喔 當天節目就跟你分享囉 金澳金號嘛 對不對 我說這個是中華英雄的金澳嘛 金澳金號 當天就現買 先拿 先賺 然後呢 禮拜二 禮拜二 Tuesday 我也公開告訴你 平凡附近我們先行獲利出場了 來 咱們怎麼樣咧 咱們買在這 我們賣在這 禁出都告訴你 我一賣 他就下來了 真是不好意思 好不好 全市場唯一盤中公開操作 買給你看賺給你看 賺給你看 連賣出都告訴你的 完全直求對決的 蛇我其誰 我就講了啦 敢這樣做的 至少我們對自己的實力有信心 也是一種誠信 真的賺到錢了 那就證明我們的能力了嘛 對吧 金澳賣出之後呢 昨天我們又進了一檔股票嘛 How many嘛 對吧 昨天我們買進了嘛 昨天已經公開了 那個 6218的豪緬 對吧 How many How many 好 豪緬來看一下 哎呀 怎麼會這麼強 今天什麼盤 今天1300檔股票下跌 他尾盤逆勢 拉高翻紅 不好意思 昨天已經是現買現賺了 今天再給他賺下去 好不好 講誠信 講什麼 實力 神我其誰 對吧 好不好 而且今天盤面狀況比較特殊喔 你看一下今天他是1300檔 接近1300檔股票下跌喔 上市櫃接近1300檔股票下跌喔 我們的股票是怎麼表現 這不就是影響力嗎 好 可是當然我們講整個盤面 今天你的股票下跌 不會是單一股票的問題 是整體性的問題 你反而要釋懷 不見得要把今天股票的下跌看得這麼重 我股票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今天整體股票 絕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如此 好不好 1300檔將近喔 所以這個時候我反而會看 哪檔股票因為這種非戰之罪的下跌而來到買點 我舉個例子 6451 細光子的訊息 今天跌停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可是我們是不是說過 如果今天你錯過了破切的第一個買點 這是不是會是第二個買點 這是不是會是第二個買點 再看一檔 中沙間也跌了將近要半根停板 好 一樣的狀況 拉條線過來 哇 個股破切線 財富起跑線 可是當你錯過第一個買點 再拉回 如果接近這邊 會不會是第二個買點 類似這種形態的股票 我反而會留意 細光子 我特別想看一下 不是 6442 光盛 今天只跌3.4% 光盛今天雖然跌 可是它也最抗跌喔 前幾天漲的時候它最會漲 跌它最抗跌 可見破切線是不得了的 對吧 破切線是財富起跑線耶 其他股票 天虹 陳明店 四合 川湖 安可 今天都來不及講 都很強 可是話說回來了 眼下最好的機會是誰 誰會是股漲大黑馬 我依然認為會是這一檔 翻轉財富 因為低估股 他們都是這樣漲 動輒三成四成到反倍 好不好 翻轉財富 你就是要趁台股下跌 買在它股價低估的時候 一樣 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任何問題 現場詢問 我們面見 做不到 있다 還 Vegan